對於日前選管會要求限制網上的電台和電視台 要有平等的原則 對每個候選人就會是平等了 我就覺得這件事是假平等來的 因為我們這些網台對我們的小市民 就會是可以聽到多些消息的 如果他控制了這個不准我們傳流這些東西 其實在網台上可能不是那個候選人出的 只不過是大家市民就把消息傳來傳去 然後可能得知這個候選人他平日的狀態 平日對人怎樣 將大家對那個人的意見就擺出來的 如果這樣他去握住的話 我們普通市民就不會明白這個人的 根本就是對我們的市民去選擇我們的候選人 就是一個不公平的東西 因為他去CUT了我們的消息來源 這樣我就是不贊成的 因為他會影響這個言論的自由 我會看到 我會看到 我會看到